我们刚刚看到了美国和欧洲采取完全不同面对经济衰退的方式 那么Bernanke坚持量化宽松 而且主张在经济衰退的时刻 根本不是减之紧缩的时刻 它应该要更多的支出 而目前美国的国债占总体GDP大概75%左右 美债由于它所拥有的美元的地位跟世界货币跟全球最大强国 它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拖鹰攻击之外 它还成了很重要的全球投资人拥抱的一个美国债卷 就是美债还是全球投资人拥抱的对象 但欧元在这一场的金融海啸 我们来看第一个 它为什么被迫走向尊解措施 因为欧元没有建立还在全球足够的货币信心 所以许多人会说 在未来的经济史里头会提到 在这场华尔街所制造的灾难当中 欧元跟美元的对决中 欧元失败下来了 当时欧洲组成了欧元区 就是希望欧洲能够保持它的经济的竞争力 而不要因为欧洲的逐渐经济衰落 美国的逐渐崛起 欧洲19世纪的繁荣状况不在 但是在第一场的经济危机中 也就是这次2008年的经济危机中 欧元区正式败下战来 那么它败下战来的最明显的情况 就是欧债由于它高达GDP都超过了100%以上 再加上它背负了希腊当时以诈骗的手段 加入欧元区 那么这些所谓的欧洲五国 最终拖垮了整体的欧元区市场对它的信心 欧债受到了全世界各方的攻击 那么因此跟美债的处境完全不一样 因此它必须要在经济衰退的时刻 还要进行尊结措施 它如果没有进行尊结措施 它的国家债务就不会降下来 但是它一进行了尊结措施 第一个我们看的就是意大利的情况 进行尊结措施的这个政治人物 最后成了祭品 其次呢它的经济就是萎缩的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经济学的理论 在这一次的整个金融海峡里头 再度的两个不同地区的实验 在欧洲是真的带来了衰退 在美国是带来了复苏 但是美国拥有的条件主要的原因 还是美国它作为全世界的强国 以及大家对美元的一个相关的信赖 那美国大家对它的信赖到什么地步呢 就它的政府已经要关门了 它的股市还是破了一万四千点 本来在去年年底 所谓的财政宣言里头 有一个东西叫做自动减支 那么就是自动发声 要降低政府的预算 降低政府预算 差不多是850亿左右 最后两党完全没办法协商 白宫也放弃了 就让自动减支正式的发声 那么另外呢 它延长到3月27号 如果到3月27号那天还没有完成协商的话 那美国有好几个政府部门 就要正式的关门 它对经济的影响在哪两个部分呢 第一个部分是在一些军火生产地 一般的看法 民主党虽然没有很积极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奥巴马 希望让大家了解 共和党要负责 第二个 很多美国的自由主义者 尤其是民主党的参众议员 他们希望借这个机会 把美国的很多军事预算给砍下来 那因此它比较影响的一些区域 是跟军火生产地有关系的一些区域 另外就是华府 因为华府当地有很多公务人员 它的薪水会被砍 那它很可能很多时薪啊 或是很多工作在这段时间 会影响他们的消费 所以他们就说这一次的自动减支呢 最主要的短期影响是对区域的 长期的影响 可能美国的军事费用会大幅的下降 那某个程度来讲 3月27号我们会看到 这个大家都信赖的美国 会不会政府关门 也算是一场蛮乐趣的事 美国两党国会领袖 被召集到白宫进行 避免自动消解联邦政府支出措施 启动前的最后会议 一小时后众人无功而返 美国总统欧巴马希望关闭某些税务漏洞 增加裁员 共和党态度坚定 只要加税就免谈 双方始终打不成共识 自动减支程序启动 半年内政府得删减850亿美元经费 估计经济成长减少0.6% 失业人口增加75万人 影响所及 以民生消费品来说 因为预算删减 对于鸡汁 鸡蛋 牛肉 猪肉的检验速度变慢 供给减少 价格就会提高 因为联邦雇员被裁 所以通关的时间只会拖得更长 想去国家公园旅游的 可能会发现部分地点已经封闭起来 还有十三分之一的贫穷学前儿童失去补助 一万名教师失业 上万名联邦公务员被迫修无薪假 380万的美国人 每周的失业给付会被删减一成 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 自动简直启动 目前多半还是无感 冲击相对比较大的 是被迫删减百分之13的国防预算 五角大厦还会进一步删除25艘舰艇 以及近500架飞机的维持费用 大多数部队士兵的训练时数也会减少 最终可能影响到美国对阿富汗的驻军 但显然欧巴马也只是说说而已 他并为效法电影里林肯的精神 展现领袖高度 尽全力斡旋 让替代法案过关 是 2012年 White House never expected these cuts to be triggered to begin with so it seems there was a bit of a miscalculation in their politics on this and the republicans have a bit of an upper hand right now it's the president's job as leader of the country to bring people into a room and start banging heads to talk about where we're gonna go 纽约时报说 国会中自由主义色彩 最浓厚的一些议员认为 这一次简直是裁减军费的罕见良机 五角大厦被迫进行现代化 并控制对外包服务的过度使用 至于共和党人 则正赢得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 从本质上逆转罗斯福时代 废除新政大幅缩减政府 3月1号午夜简直启动 道琼一度下跌超过百点 但随着美国制造业 与消费者信心数据传出好消息 三大指数又在翻红 但战争还没有结束 3月27号为政府运作 提供资金的临时性预算措施将到期 如果没有协商出新法案 美国政府就得关门了